今天我都来趁热闹讲周处除三害 我会和其他人讲的有点不同 因为我经常都会emphasize 我会从一个业内人、创作人、制作人 去尝试从这个角度看 不单止从观众角度去看 希望跟大家分享多些有趣味的东西 我会从今次这个上试里面 都讲讲这部戏,讲这部戏好在哪里 为什么会这么爆红呢 虽然很多人讲过这个原因 为什么在这个国内这么爆红 还有主要有一件事就是 他究竟有没有涉及这个抄袭的成分 如果讲起这部戏的导演就是王晶浦 我认识了他很久 因为王晶浦第一部戏就是腹白 原来看回那个资料 发行年份已经是2003年 即是21年前 我们拍的时候应该是2002年 都可以算是我和他相识于大家年轻的时候 但虽然是这样 不等于我有什么内幕消息 其实我和王晶浦都没有见面很久了 所以我都会知道他的一些特点 但是这部戏我都没有什么内幕消息 所以其实我看的都是纯粹我自己的分析 还有是我看到的东西 虽然我认识他 但是我都会冲心直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好了 那么他的剧情呢 我想大家在不同的QL 或者YouTuber说过呢 我都不细说了 简单来说就是周柱徐三位 有一个通缩犯他排名第三 所以他又想干回大事 就将他在头顶那两个排名第一和第二 那个通缩犯就杀了 那么他就成为第一通缩犯 就是这样的故事就展开了 那么我想说一说 这部戏 这部戏 就是国内他现在都叫火红 那一定有原因的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经常都说 很多人都会说一部戏好 很简单 就是剧本好 导演好 演员好 就是这三好 是不是 那为什么就是四好 五好 就是比如制作条件都很好 就是摄影好 剪接好 配乐好 就是其实简单点 什么都好 那么这个都很空泛的 这个都很空泛 就是你这么说的话 就是我们最难就是 那么主观因素 如何定定好与不好呢 那么所以行里面呢 就有一些将它量化了的标准 就是看一部戏 不单止好不好 好 还要看一下是不是可以 就是 draw到观众入场的呢 那么这些因素 那么他们大概有三个要点 那么那么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三个要点是什么来的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他有没有那种独特性 就是说只看他的故事大纲 只看他的宣传 什么都没看 没看你之前 只看他的那个剧名 或者就是其他因素 就是什么都没看之前 你只看见那部戏的最初的资料那时候 有没有能够令到观众入场的意欲 那个兴趣 那个特点 就是这个第一点来的 那么周处除三害当然有了 因为你只听我的名字 周处除三害 那么你不会拍一个就是 那种预言故事出来的嘛 你不会真的拍一个周处 就去打老虎 那些不会那些的嘛 那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那么你已经会有种少少吸引力了 那么另外你会见到 原来他的故事大纲就是说 有一个排名第三个通緝犯 要杀了在他之上的两个通緝犯 所以呢 又是另外一样东西了 这个故事算新的 这个故事的题材算新的 那么另外阮京天 就是我觉得他是很 都很吸引的 就是你看下去呢 他的造型好 他自己本身 就是本身的前后造型 其实都很吸引 他都会令到你观众有入场的那种意欲 就是等于 就等于 就等于 梁朝伟啦 就等于刘德华啦 就是你们都会因为这些名字 这些演员的cast入场 那么 所以第一样东西呢 周处除三害呢 就是已经是 就是满足到这件事的了 那么我比喻多一样东西 就是比如 好像比喻什么呢 就是比喻这个自助餐那样 那就是说你自助餐很多人 自助餐当然是一种类型的 类型的吃法啦 就是他不是中菜 他又不是西餐 又不是说什么上海菜 又不是那样 他属于一种混合式的 什么都有得吃的自助餐 那但是人搞你又搞 那样人人都搞自助餐 你有什么特点啊 即你的特点是 就是拿你进去吃的一个因素 好了 譬如你跟他说 买三送一有特点啦 海鲜自助餐 有很多海鲜的 有一个特点啦 海景自助餐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管 我有个很漂亮的景色给你 又一路吃一路探景的 那都是一个特点来的 这个是不是可以 draw到 你去呢 光顾这个自助餐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 在商业推广来说很相似 就是电影一样 就是第一样东西 你可不可以 只是在最初阶段 吸引观众 这个是一个因素 好了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期望工程管理 我经常都说期望工程 那是什么来的呢 我进了来 你可不可以继续满足我的情绪呢 就是说我有个 有这样的期望 有个期待 进来 如果货不对版的话 那你就麻烦了 好了 先讲自助餐为例 如果它是三送一的自助餐 那你起码就是要三送一 你不要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你不要有什么特别的加费用 如果你海鲜自助餐 那最简单就是 你给很多海鲜人来吃 是不是 你不要 你不要一两样 如果海景自助餐 你真的要来到的人 全部都看到海景才行 你不要说 你来迟了 我没有个海景给你 那又不行 又会被人唱 好了 那周处除三害 可不可以满足你的期望工程呢 正如我所说 这套戏呢 先开宗名义 好看的 值不值得推介 值得的 那换句话来说 你进去看 你呢 就不会 真的不会怎么失望 当然这套戏有些缺点 我一会再说 那但是呢 它整体上的优点呢 它会令你 都会盖过那些小小缺点 就是缺点多于少人再说 就是都会盖得过 还有在你看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偏于好看享受的都是多的 那因为它真的有典型的这种枪战场面 警匪场面 就是追逐 在它那个杀人的过程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智慧 有一个编排 有计谋 那最后有一场去到 就是那个不是邪教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骗子来说 就是利用宗教去行骗的 那那里呢 就有一个转接 就是其实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 你一直看呢 都是跟着去的 那虽然我觉得这套戏呢 都是可以略长了一点 其实可以再紧臭一点 但是它又不会说 就是拖得来 其实都不是很拖 就是说它只是那样东西 就是有些文气部分呢 它都是想给演员做多点戏 因为这种类型片呢 很容易偏于就是 就是打打杀杀的那样 很容易偏于这种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导演都会留下一些蝙蝠 在一些文气一会儿 被演员去发挥的 那所以呢 那些蝙蝠会觉得 会长了一点点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 都很沉悶的 不会的 所以呢 第二个期望工程呢 它是达标的 它是达标的 那正如我所说 是好看的 好了 去到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就是呢 行内呢 经常都会有一种说法的了 你要留下 你要给观众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深刻印象 深刻印象 走出气院 即是说呢 要深刻到怎样呢 就算吐气 百分之九十时间 你都觉得有点问题 不太好看 只有百分之十的时间 哇 它们觉得值回票价就可以了 已经是 那当然这个 这个说法呢 你们仍然同样一样 但是这个呢 是他们已经 就是已经经过市场调查 这个市场的study里面 去学习回来的一个 这样的方法 那好了 就等于自助餐来继续 我又举回自助餐来继续 是什么 就是说 喂 你里面有这么多项菜 虽然有四十样菜 各样菜 各样菜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只要你有一味菜 有一味菜 令到吃完那个来的人 很开心 觉得很好吃 他会记得 那你就成功了 就是说你这些生蠔淡淡的 你的海鲜淡淡的 没什么所谓 但是你有一味菜 很独特很好吃 那你就成功了 周柱随三害有没有呢 客观是有的 那一场呢 就是利用宗教去骗人的那种 那他们就简称邪教 其实我都说了 其实他不是邪教 他只是骗子 那最终那一场呢 他就会在大开杀界 那你变了呢 这场大开杀界呢 他就当然是令到你观众很深刻 甚至 当他有人看完之后呢 就是都有一种震撼性 有一种震撼性 那所以呢 令到这部戏呢 就是都会符合这三个标准 那你知道这三个标准之后 你可以看戏以后 大家分析戏的时候呢 你多个标准去看呢 就是不要再简单地是说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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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就是说好看呢 都是一种标准来的 但是垃圾呢 我经常都说 就是我讲过几部戏 有些人呢 什麽都不理 就是这部戏是垃圾 就是我和萧先生有一个原则都一样 一部戏上的时候呢 我都是不想讲 所以你看到现在 是这麽久才讲 因为你这部戏始终可能会 我们觉得 我自己觉得有些缺点的 但是我不想去评这些缺点 因为我真问心一句 其实任何电影人 他做部戏呢 都是百分之二百心力去做的 就是你一句垃圾 当然你觉得是很垃圾 就是你主观情绪觉得很垃圾 但是你可能你这样说 你就会摧毁了他那个票房 你会说有没有那麽大威力 但是 就是有时我觉得 你是凭什麽去讲垃圾 就是我觉得不是说 你有没有什麽资格去讲垃圾 而是你凭什麽论点去讲垃圾 就是我反而想知道这件事 如果大家讨论的话 没问题的 你就会说 他因为这样的垃圾 因为这样的垃圾 因为这样的垃圾没问题 大家去谈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但是你一句半句来就说垃圾 而你有没有讲原因的 其实对部戏很不公平 对部戏很不公平 所以现在我 就是我都不时分享这些这样的知识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起码有三点去谈这部戏 不要关于垃圾不垃圾 值不值得推介 值不值得去看 对不对 主观就好看 都可以的 好了 那么经历了这三个因素 在这三点下面 我觉得周处除三害 都是得到很高分的 好了 那就证明了他国内爆红 是不是这样呢 又不是的 其实他在国内 现在大约有六亿 那些人可能看他有 七亿至八亿的票房 我想六亿多都很美的 因为他慢慢的票房 已经是都跌下去了 但是为什麽有六亿多那麽高呢 客观地说 有客观地说 这个成为我口头是 是不是很客观呢 那大家听听 因为呢 我们看内地的票房 不可以只是看 他成为一个大的统一 就是一个整体的票房 他会分了几样东西 第一 他分了区 就是譬如南方 和北方 甚至是在所谓的中原 其实观众口味有点不同 就是譬如我们南方 城市的票房 和乡镇的票房 如果你的客观来说 他这六亿票房 多数是来自这个城市票房 那是讲了什麽给你听呢 就是说 他这一个是属于比较暴力一点的电影来的 其实这种电影呢 在国内你不是那麽常见 你会比较见到那些打到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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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影呢 就是国内这批城市观众 其实他们看电影的接受和开放是多些少的 但是呢 他在一个农村票房就不是那麽多了 如果涉及农村票房 如果农村票房都会卖的呢 那些电影呢 就多数是上到20亿30亿的了 是哪些呢 比如国内有一个剧团 《开心麻花》 他们搞电影都会卖的 但那些电影呢 你和我呢 就是我们看 未必会那麽投入的 就是那些是属于比较呢 情绪简单些 就是故事简单些 但是呢 就要看到你是笑中有女 女中有笑 但是那种笑料呢 其实我们未必好笑的 我们未必好笑的 那是那种电影来的 那但是 如果他农村票房都有的话呢 那部戏会上三四十亿的了 会是 但是这部戏都六亿的话呢 其实农村票房呢 不是那麽 就是不是那麽的观众 为什麽呢 因为在乡镇的农村票房那些人呢 正如我所讲的 都是偏向 就是最好简单些 直接些 那个不要那麽 亦都不要那麽 那麽暴力血腥的 那所以唯一 就是战争片 就是说你在很有 民族情绪下面的戏呢 就是他们都会看得很开心的 就是譬如战狼那麽就是了 另外或者是一些 就是动作片啦 就是简单些的 那去到周主徐三海呢 其实是有点很复杂的 就是在思想上面 和这种这样的暴力呢 就是有点 就是不是那麽 就是不是那麽简单 所以农村票房 未必那麽多人看 但是正如所讲 城市票房呢 这种是新鲜的 是新鲜的 那所以他们就 都看到很开心 很过瘾 所以现在去到整六亿多票房 好了那你说回来 如果是那麽成功 怎麽香港和这个台湾都不收啊 都不能收啊 是因为呢 我们香港人呢 台湾人都是的了 他们已经做了调查的了 其实不是我说的 做了调查的就是 警匪片呢 已经没落了 就是他们对警匪片是有少少 其实国内人都是有少少 不是那麽樂意去看的 就是看闷了 看闷了 看闷了 已经是 食制了 那但是 另外一样就是呢 就是这种这样的 属于暴力美学的电影呢 香港人现在不是那麽 那麽拜 台湾人也不是那麽拜 就是他们反而喜欢一种呢 叫做文艺激情 就是何谓文艺激情 就是 就是 不那麽heavy的 不需要你那麽恐怖的血声的 但是呢 就会看完之后呢 我都是很激动 很开心的 譬如哪一类呢 正义回朗 这个 毒舌大壮 就是这一类 这一类 这一类 它就会大爆 就是那种文艺激情上面 那所以 那当然 还有当地因素 那所以就是 周主徐三害呢 在香港和台湾呢 都不是那麽爆红呢 那另外呢 我又从这个 就是 創作人制作人的角度去看一看 这部电影 是怎麽形成的呢 怎麽形成的呢 那 那 那其实 如果以故事 讲故事的方法来讲呢 不是说那个类型 而是在整体上面 那个作品上面 最终的成品上面呢 有两种大方向 一种是电视剧 一种是电影 那电视剧呢 那个 編剧呢 很多时候都会是 整个故事发展 以大朗为主的 大朗为主的 人物为主的 这一种 这一种 那电影不是说 不讲人物 但是电影很多时候 很多电影导演 他的想法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是 以场面为主 就是他不知道 怎麽何无端端 他想拍一场 什麽戏 就是譬如举个例 我只是很想拍一场 有个飞机 撞落成城市那裏 做一个大灾难戏 我不知道为什麽 我只是很想拍这一场 我就会由这个场面开始的了 那这种方法呢 这种方法呢 电影导演很多时候都会有 那其中一个 就算电视导演都有 其中一个就是韦家辉 他当年拍《大时代》 他已经讲过 即是他访问里面讲 他无端端有一天 他总之觉得 他想拍一场戏 就是扔仔落街 什麽都不理 就是扔仔落街 他才想回这个故事 为什麽会扔仔落街 有时是一个reverse的思考 一个反转的创作方式 那 和这个电视有点不同 电视要整个 整条主线 整条目络很清晰 即这些场面 电视未必是他们首要考虑的 創作方向来的 但是电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那这个人来讲呢 我可以说呢 黄晶浦呢 应该他一路里面 的而且有一场戏 就是 那个教会里面 这样开枪杀人 开枪杀人 就是 他是想到有一个 这种画面的 但是这种画面 竟然生成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那些都是我推断的 但是好像的而且是这样 他有一场这样的戏 是很想这样讲这件事 所以形成这件事 那你至于会不会说 为这场戏 会不会那个灵感来自什么呢 我就相信都是的 就是那个灵感来自什么呢 就是Kingsman 有些少少相似 那当然Kingsman那场戏 就更加经典 因为他在教堂里面 是用一镜直落 模擬一镜直落 这个大开杀界 是很震撼的 那所以我也都很有趣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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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读者留言 他说因为我说 这个 Kingsman好看 那我索性都不用 看我下面说什么 那即是说 即是说 即是说 我也是说一句 就是说的 味道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即是 你可以觉得不好看 我可以觉得好看 那我都是指 我有原因分析 它起来好看 那你认为Bad taste 为什么今时今日 这一场面 或者一部戏 都这么多人 会拿来讲 甚至参考 甚至模仿呢 那当然是有个原因 即Classic 是有原因来来的 能够在现代 这个moment 都变为Classic 更加有个很重要原因 但是当然在技巧上面 在制作上面 周处除三害这场戏 就不会copy 抓这个Kingsman的 这场戏 但是我觉得 是有些 可能有些啟發性因素 就是做到一个 这么集体的暴力 集体的murder 集体的谋杀事件 是有些参考因素来的 也是震撼的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故事的浪 这个故事的浪 如果你不从这个周处除三害 就是说他不从这个第三通缉犯 第三通缉犯 第三通缉犯 他要立志成为 头号通缉犯 这个这么荒诞的构思 他出不了一套 一套比较类似 方诞的黑色的 这样的暴力片 即是如果他这个人 他的思维正常的话 他未必有这样的发展 所以这个构思 这个由第三通缉犯 要变成第一通缉犯 这个构思 是一个主导性构思 也是占了这个 这个电影的发展很重要的 脈絡 好了 正确就是这样 正确就是这样 我最后再说了 那这部戏 这部戏 这部戏 他的抄袭成份 有没有呢 当然有些人觉得很可惜 就是这样 是不是 就是 会蒙上污点呢 又或者这些人 是不是要抹黑呢 我觉得两样都不会的 其实 其实两样都不会 就是作品就是作品来的 但是以下的推断 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跟大家谈一下究竟是不是 但是 最终最终 当然只有黄晶普自己才知道 但是我觉得 那样东西都不会 就是令到作品 什么污点都不会有的了 因为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我说一件事 在看 控诉黄晶普 那个 那个创作人 我不记得什么名字 就是 他原本剧本叫《无法无天》 那么他就说呢 有一个第二号通緝犯 就是为了要更加成名 所以他要杀了第一个通緝犯 就成为第一个通緝犯 那么这些是有点不同的 一个第三个通緝犯 就是要杀了 头两个 而一个就是第二个通緝犯 杀了一个 但是他主线都很相似 而且很多名字都很相似 有些情节都很相似 包括一个有脑癌 一个有肺癌 这个就在突骨那个地方 一个就是这个法囊 就是看到这个第二个坏人那样 第二个坏人那样 都很相似 还有个名字 不知为什么 一个叫做陈广州 一个叫陈桂林 都很相似 好了 那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正正这部电影 那么独特 就是这个周处徐三海 那么独特 那个架构那么独特 我很相信呢 就不是巧合理的 因为为什么呢 说有些巧 有些巧 很老土的巧 或者叫做很平常不过的巧 就是说 女儿生癌症 跟着呢 她要筹钱去给她妈妈生活 跟着她做坏事 做完坏事之后呢 又遇到好人 就不用做坏事 就是whatever这些这样的巧 就是大家 大家聚会都狠狠地 都无端说出来的 那这些呢 就算你撞了也不是奇的 就是你撞了太普通了 对不对 普通的和你快餐吃饭一样 这些 但是到周处徐三海 它这么独特 这么独特的处理 还有这个故事 如果不是这样的处理下 它的展开是不同了 就是因为这个独特性 就是我相信是不会巧合 那当然那个控诉人 就是因为他说 其实他说过故事大朗 被黄晴普听的了 是的 我很相信 但是至于 至于是否真的会这么巧合呢 我其实都说 等着黄晴普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就是不会因为 它这个独特性这么厉害的话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面 有两个脑袋 一起想得那么相似 而连我的名字都那么相同 那 但是这个事情我推断了 而且我也不是因为这样去 他说黄晴普的作品有问题 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呢 就无论他在市场上面 都已经是 就是认受了 那 但是这里要说多一件事 那这套戏是否毫无缺点呢 这个情况呢 它的缺点呢 我觉得香港台湾的观众 就是已经 看得多电影的观众呢 他们是会 警察到 就是会觉得到的 就是譬如哪些 第一件事就是 开场那场戏 就是说主角 要今天去一个黑帮聚会里面 就要杀了他大佬 杀了黑帮大佬 但是那个黑帮呢 是几百人的 就是几百人 但是 但是 陈桂林单枪不马 就是杀了人 而他杀了人那一刻呢 其他人呢 还很害怕啊 不知道怎样好啊 就是这些是 就是看的时候 你会有点抽离了 甚至觉得有点疑气 就是当然他导演就是想 做一种气氛就是 那个陈桂林的角色很狠劲的 很狠辣的 可以 就是一滴八的 但是这种塑造呢 在我们看惯很多电影来说呢 就有点疑气了 就是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袁富华那个香港仔 那我看的时候呢 其实我都不是很舒服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 这种设定呢 就很stereotype 也都是甚至叫做 有点套路的就是 就是 就是你一个这样的香港人 一个台湾 有几个小孩跟着你 但是你对他好不好的 就是譬如有一幕 那 那 袁富华就打完他的契女 屁屁屁屁 那他小孩在那里笑 他问你笑什么 那条小孩又不说 说不出 接着他又找樽子打他 那这些场面呢 就肯定是王晶普 就是觉得很正的 就是还是找个樽子打 打一个樽子打 打一个樽子不够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那他打 就是你要刻画这个 这个袁富华的角色 是多么无良啊 黑人争啊 狠狠辣啊 但是就是我想问 如果你这样 那条小孩干嘛跟着你呢 就是 就算 就是任何人跟大佬 他目的都是想搵吃的而已 是不是 就是你给他很多钱 给他很多利益 他也有一个 向上见得到的 的发展方向 就是说 是咯 那就是说 他又被你打 就是危危淡淡 这样做人 为什麽事他要跟你呢 就有两个跟着你呢 而又见不到你做什麽大事 只见你坐着在车 在那里很帅的 走来走去 有空去 去搞一下契女 就是这些 这些处理是 就是属于叫做天真一点的处理 属于是 以及属于是一些 就是很sero type的处理 就是和 就是这个坏人可不可以不是这样 我常常说 坏人 坏人都有好的一面 可能他 他对兄弟很好的 他只是对敌人差而已 他对兄弟很好的 那这个袁富华的角色是 对敌人又差 对自己人又差 对什麽人都差 那哪里有人跟他卖力 去到尾 那所以 就是这种 我们看呢 都是看得不舒服的 那如果将这些缺点 再混合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报器是会扣少分的 那当然 如果这些缺点 你看的时候 你不是很 很刻意 你是很 可以全身投入的话呢 那你都可以说 是一种 另一种讲故事方式的 因为始终 去到尾 就是导演都是 选择一种 一种角色的表达来的 就基本就是这样 那 那 所以去到尾 都是呢 现在这部电影呢 就在Netflix那里上的了 那 那 就是现在免贴了 所以都多人看到了 那所以就是 就是 如果你没看的话呢 我都是推介你去看的 好了 那讲这条片的这个日子呢 就是这个 3月16日 那这有什麽特别呢 就是我工人姐姐 就是她生日的日子来的 因为呢 她已经在这里 服务了我10年 也帮了我10年 那我当她是女儿 所以呢 今天就在这里 跟她讲生日快乐 喂 阿姨仔 出来 快点 那当然大家已经见过她了 这个就是傻妹了 傻妹 傻妹 生日快乐 拜拜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